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漫威英猎猎鹰下岗在就业 和大反派交叉谷合作斗警察的犯罪动作电影《单刀直入》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影片开始,法院检察官的别墅内传来两声枪响 骨头哥捂着腰子跑出来了 后面还有两个蒙面人在追击 骨头哥赶紧给弟弟打电话 我在霍尔本中央区快来接我 弟弟正为还不上黑老大的钱犯愁 接到电话赶紧先来救骨头哥 骨头哥手里攥个U盘在马路上逃窜 结果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 被一辆汽车撞倒了 弟弟正好见到这一幕 面对周围的警察弟弟没敢停车 另一边,小黑下班回家 他是一家大医院的护士 妻子黑妹已经怀孕9个多月 马上就要临盆了 电视上播放了检察官被谋杀的新闻 小黑被紧急召回医院看护骨头哥 正在研究他的临时病例时 角落里突然冲出一个黑衣人 跟小黑撕打起来 这个人正是骨头哥的弟弟 弟弟把小黑按在地上一顿锤 然后抢了U盘和病例跳窗逃了 雷娜是负责检察官枪杀案的女警官 来到医院时 小黑正一脸郁闷地捂着脸 雷娜了解了情况后告诉小黑 明天会把骨头哥转移到监狱病房 并给他留了联系方式 等倒霉的小黑回家时 又被人一锤子抡倒 再次醒来时 妻子已经被绑架了 电话那边的绑架者 正是骨头哥的弟弟 弟弟要求 小黑把骨头哥从医院里弄出来 不能告诉警察 否则就死票 小黑为了妻子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不敢冒险 决定乖乖照做 尽管行动前因为太紧张 导致呕吐 小黑还是努力平静下来 到备品室拿了一些药品 然后借口带骨头哥下楼去做检查 把他推出了病房 不过 看守的警察步步紧跟 小黑只能在电梯里用除颤仪把他电晕 然后给骨头哥注射了一针兴奋药物 对方瞬间就醒了过来 然后又一次给他注射了铜锣酸和马菲止疼 骨头哥直接把小黑逼动 小黑赶紧解释 你弟弟抓了我老婆 我得用你去换他 这才得到骨头哥的信任 两人来到地下车库 开车冲破栏杆溜了 得知小黑的妻子已经怀孕后 骨头哥赶紧给弟弟打电话报平安 让他确保U盘和黑妹的安全 并约定在车站见面 另一边 雷娜也发现骨头哥跑了 立刻派出警察搜捕 骨头哥到了车站 发现到处都是警察 给弟弟打电话 信号也被干扰 无奈之下对天连开两枪示警 两会人趁着人群混乱逃走了 小黑为了救回妻子 只能继续帮骨头哥注射药物 维持活力 两人来到一家洗车店 却被便衣警察偷袭 骨头哥干翻了警察后 刚想逃走 来洗车的老奶奶 却把两人当成了洗车工 No 小费给你把车洗干净点 骨头哥一看 得来全不费功夫 让小黑开上老奶奶的漫步折 两人就溜了 可漫步折的两个优点 就是慢和跑步快 是老奶奶代步的绝佳工具 导致他们很快就被雷娜的车追上 在骨头哥的指挥下 小黑把车开进一条窄巷子 然后一个漂移堵住了雷娜的车 两人逃命时遇见了石皇老头 小黑经常免费给老头智商 这次老头却帮了大忙 两人藏在石皇车里 躲过了雷娜的搜捕 弟弟这边 带着黑妹来到一个废弃仓库 把U盘藏进了通风管道中 不断收到黑老大的恐吓短信 让弟弟无比紧张 骨头哥这边来到典当行 找大胡子弄辆车 他之前救过大胡子 但是大胡子现在却不认旧情 跟骨头哥吵了起来 小黑则趁机给雷娜发了短信求救 弟弟刚跟骨头哥联系上 雷娜就带人闯了进来 并一枪崩了大胡子 然后逼骨头哥交出U盘 原来骨头哥和弟弟是退役特种兵 迫于生计帮黑老大做事 触犯了不少法律 骨头哥帮检察官搜集了 很多警察受贿的罪证放在U盘里 以此换取弟弟的安全 而雷娜就是受贿人之一 害怕事情败露的他 让黑警枪杀了检察官 然后嫁祸给骨头哥 为了保守秘密 雷娜又当场杀死了老搭档 自己出去前命令警察小白 把这布置成骨头哥 枪杀了老警员的现场 但小白是个新手 犹豫间被小黑剪刀枪射杀了 然后掺着骨头哥偷车溜了 等雷娜带着警员进来后一脸梦 出来后给眼镜男发了一条短信 黑妹这篇阵痛越来越强烈 弟弟于心不忍 终于答应送他去医院 结果刚要下楼 就被眼镜男开枪射中 原来眼镜男早就发现了他们在这 刚才雷娜就是命令他进来找U盘 不过弟弟骨头硬得很 到此也没说出U盘在哪 等骨头哥和小黑赶到时 弟弟已经奄奄一息 失血过多让小黑也无能为力 黑妹也被眼镜男抓走了 骨头哥拿回U盘后 决定替弟弟报仇 和小黑来到黑老大的据点 黑老大一看 优贺 正愁找不到你呢 还敢自己送上门来 骨头哥还给黑老大一半的钱 然后掏出U盘说 这里有比另一半多几倍的钱 里面除了警察们受贿犯罪的记录 还有黑钱账户和密码 只要他肯帮忙复仇 钱全给他 黑老大一听这买卖划算 当即答应下来 雷娜正和眼镜男看典当行的录像 准备把自己杀人那段抹去 剩下的影像当证据 不过当务之急是拿回U盘 他和小黑约定一个地点 用U盘交换黑妹 但是小黑根本没去 黑老大的手下 直接点燃一辆车 撞向警局门口的警车 把警局内的警察都引了出来 爆炸和大火引来不少吃瓜群众围观 消防车很快也来了 骨头哥穿着制服 以受伤警员的身份 被小黑搀扶着进了警局 刚好撞见匆忙赶回来的雷娜 骨头哥控制住了他 黑妹这边趁眼镜男不注意 溜到了储藏室 羊水已经破了的他 必须尽快找个医生 结果刚磨开绑手的扎带 就被眼镜男发现 对着他一阵摔打 小黑听见黑妹的尖叫 迅速赶了过来 一把扑倒眼镜男撕打起来 但是 无力值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一直被动挨揍 最后爬过来 用一针药物解决了眼镜男 骨头哥这边拿到了典当行的录像 然后往雷娜的脸上踹了一脚 把录像交给警局外的电视台卫星车 让他直播 骨头哥完成复仇 潇洒离去 等大批警察闯进储藏室 小黑正在给黑妹接声 黑妹在众目睽睽下 顺利淡下一名男婴 母子平安 雷娜的阴谋败落 想自杀 但举强的瞬间被击毙 新闻里还重复着他杀人的画面 《单刀直入》 删用于2019年 翻拍自2010年法国同名电影 由漫威中的英雄猎鹰 和大反派交叉谷主演 整体故事线比较平庸 最大的看点 其实就是这两个主角的演技 不差钱的网飞 要是把电影名改成 复联外传 交叉谷绑架猎鹰老婆 也许能更吸引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